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弟兄姊妹,你好 大家平安 回到神的家 我們知道是誰賜給我們平安呢? 是主耶穌,所以不要壓力 不要把很多煩惱放在心中 我們可以交給主 是不是? 因為主耶穌說 祂賜給我們的平安 不是世間給我們的 主賜給我們的平安 是天上的平安 所以我們可以相信祂 我們心中就有祂的平安 我們現在一起祷告 把這個時間交給主 把我們的心靈交給主 因為主是看顧我們的 是不是? 所以今天我們才可以來到 是的 誰沒有煩惱呢? 誰沒有問題呢? 但原來我們可以把我們的問題 煩惱都交給我們的主 多謝主 親愛天父我們多謝祢 我們真的很感謝祢 因為祢與我們同在 祢医治了我們的不舒服 主祢医治我們 不僅是身體上的不舒服 以及我們心靈的壓力 祢都要拿走 這個時候我們要全心全意的 來到祢面前 祢敬拜祢,祢讚美祢 我們專心的就是仰望祢 主祢帶領我們 我們將我們的心靈誠實 都交在祢手中 主,我們要用心靈誠實 來敬拜祢 求主祢拿走我們一切的煩惱 拿走我們一切的不開心 主,一切的壓力 明天要看醫生都不用擔心 因為主祢會與我們同在 我們現在只有專心地 來敬拜祢,來讚美祢 多謝主,我們要將一切的 讚美,感謝 來交給祢 我們要獻上給祢 因為祢是配得我們讚美的 因為這個時候在全地 在全世界裏 都在讚美祢 我們和祢一起讚美祢 我們高舉主耶穌的名 因為主耶穌在我們當中 當我們高舉主耶穌的名 的時候,很多人都要來相信主 Amen 我們將一切榮耀,尊貴 都歸給主,我們同心地討告 奉耶穌的名,Amen 主願我們同在,Amen 好,我們一切來 盡我們的心,來稱讚我們神的大愛 如果你的腳有力的話 你就站起來 如果你的腳沒有力的話 你可以坐下 我們要來敬拜祢主 因為祢行了奇妙的事 祢有奇妙的雙手 會帶領我們 所以一切舊擺的事情 都已經過去了 不要放在心中 我們有千百萬的星星 你感謝祢,Amen Amen 一切同我唱 和唱 主人深厚 齊來高歌 讚重 哈的恩愛 哈的美善 齊來高歌 哈寫 新的愛 齊來高歌 我唱 榮 主的愛 神是愛 尚中相 敢 神 不便是愛 與我唱 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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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尊愛 每天不便 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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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人深厚 齐来高歌赞颂 他的恩惠他的卑事 齐来高歌他写新的爱 齐来高歌唱榮主的爱 神施爱 齐来高歌赞颂他的恩惠他的卑事 齐来高歌他写新的爱 齐来高歌唱榮主的爱 神施爱 尚终唱金神不便是爱 齐来高歌赞颂他的恩惠他的美事 齐来高歌他写新的爱 齐来高歌唱榮主的爱 神施爱 尚终唱金神不便是爱 齐來高歌唱bum 齐来高歌服 相守 高山海牽走 离海拔边构 由你一生快乐透 是你 日上一首救赎我 是你 日上一首祝福我 信心的拯救 抛开心挂入 靠离奇妙相守 高山海牽走 离海不边构 由你一生快乐透 一生受惠 我祝福必够有 人降金 天心早接受 估掌无罪 贪困 所不再有 二路落 二奔跑 信心的拯救 抛开心挂入 靠你奇妙相守 高山海牽走 离海不边构 由你一生快乐透 是你 日上一首救赎我 是你 一上一首祝福我 估掌无罪 信心的拯救 抛开心挂入 靠你奇妙相守 高山海牽走 离海不边构 有你一生快乐透 是你 一生快乐透 是你 一上一首救赎我 是你 一上一首祝福我 是你 一上一首祝福我 高山海牽走 离海不边构 救你 一生快乐透 Amen 我们给主一个鼓掌 热烈的鼓掌 因为有主 高山都可以牵走 有主的爱 它不会变的 因为有主的时候 我们一生都是靠着主 有快乐 有平安的 Amen 因为神就是我们的牧人 神也是我们的安慰 祂是我们瑞士的帮助 是不是 我们的帮助是从天上而来的 不是在世界的 世界的帮助就是一下子 所以感谢主 旧事已讲 都变成新的了 神是我牧人 神是安慰 也是避难穿 我们帮助 从天上以来 有神在 未怕和在 神是我牧人 神是安慰 也是避难穿 旧事人永在 无需经盼 有神在 前路易云堂 旧事已过 新的开治了 来以靠永恒万世主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了 神是我牧人 神是安慰 神是我牧人 神是安慰 也是避难穿 我的帮助 从天上以来 有神在 未怕和在 神是我牧人 神是安慰 也是避难穿 旧事人永在 无需经盼 有神在 前路易云堂 旧事已过 新的开治了 而以靠永恒万世主 旧事已过 旧事已过 都变成新的开治了 旧事已过 新的开治了 来以靠永恒万世主 旧事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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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新的了 旧事已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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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变成新的了 都变成神的铁 Amen 在主耶稣里面 我们是新造的人 一切旧的事情已经过去了 所以我们不要为了旧摆的东西来担心 我们更加要向前行 知道前面的道路是有耶稣与我们同在 祂会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 虽然世界有苦难 但是主里面是有平安的 我们的心中充满千八万的心声 我们要来感谢我们的主 我们要向主来感恩 Amen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心声 来称献靠我天上的传 让赞美中药都一日归给你 主祢是伟大月美 在我心中有数不尽感应 来称献靠我天上的传 愿见正全药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的心中有千八万的心声 来称献靠我天上的传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的心声 来称献靠我天上的传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的心声 来称献靠我天上的传 来称献靠我天上的传 在我心中有千八万的心声 祢真心呈献靠我天上的传 祢提起着我心意尽 祢真心呈献靠我天上的传 这诗句齐举首呈献 献拜永远归及祢 为祢获献上重担 为祢获献作活祭 让我永远作活祭 Hallelujah Damele O G-E-S-O Oh Hallelujah Oh G-R-Namashiyah Oh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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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 Oh King Boy G-E-N-E Oh Ni Hoi S-E-L-I-Dame Je D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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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貪美給祢 順我心意眾唱 每片的詩句 齊舉手呈獻 敬拜永遠歸及祢 為祢 我獻上眾贊 為祢 我獻作活祭 讓我永化作活祭 Amen 讓我們每個人都獻上我們自己給主 就像一個活祭一樣 讓主越納我們 越納我們今天的讚美 越納我們心中的感激 我們讚美了主 我們感激了主 我們不要再擔心 我們將一切都交給主 多謝主 我們知道祢與我們同在 祢會帶領我們 我們全心全意的感謝祢 我們今天繼續祈祢 紀念祢奉耶穌基督的名 Amen Amen Hallelujah 這時候我們來到主的詩恩寶座前 用你的紀念去 在十字架為我們所受的一切 Hallelujah 為我處境 為我處境仍然犧牲 為我的終罪頂十甲 內疚我脫離地獄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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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因为我们心里的痛是极大 不是肉体里的痛 所以我们大家要反省一下 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有没有规厌到主耶稣 当耶稣看到我们规厌到祂的时候 这个就是祂最痛苦的时候 祂得给我们有永生的生命 但是我们在世上的时候 我们做了些什么呢 当神看到你背叛祂的时候 耶稣就更加的痛苦 所以我们领圣参的时候 虽然我们是纪念 主耶稣在十字架的 所受的变相 所受的痛苦 但是你要知道 主耶稣的痛苦 就是看到我们所有的基督徒 没有做祂所 立下给我们的东西 最主要的是什么呢 传福音 当你看到我们每个人 就是当着一个礼拜日 来纪念主耶稣 虽然祂有一些喜悦 但是祂也有痛苦 因为我们根本都没有做到 祂所给我们所做 要我们做的使命 就是到世界确地 传福他的福音 我希望这个是 在我们每个人心里面的一个负担 无论是你的隔离轮舍 无论是你的朋友 无论是在哪里 你们有机会 你们一定要传说神的福音 这是得到神的喜悦 这样才能够得到我们 配得来领受这个圣参 所以大家花个时间 来自我检讨 来在神面前 祈求祂的圣参 带给我们这个力量 来更加的厚化主耶稣 我们一起来安静 主耶稣这个时候 你看到我们的心 你知道每个人的心 的情况是怎么样 无论是在挣扎 无论是觉得他自己 根本没有贵欠你 但是神啊 我祈求祢 你亲自来赏面我们 让我们醒悟到 我们是贵欠了祢的 让我们在这个面前 祈求祢的赏面 让我们配得来领受祢的 这个圣参 主耶稣 我们再一次的 将我们交托祢的手中 让我们的生命 更加的效法 主耶稣 每天觉着一个 得性的生活 主耶稣 我将每个人 交托祢的手中 奉耶稣 我们祈求 Amen 今天我到十家前 为谁痛苦 向求世情 主保血结正心灵 永要归之明 永远归之明 持保血结正心灵 永远归之明 基督赦免我终罪 喜乐平安充满我心中 主请救保守堪固 永遥归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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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保血亦正三灵 永遥归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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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父自身体会破碎 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领受 我们的这个杯 来是预表耶稣的补血 为我们流出 来带着感应的心 来领受 我祈祷祷告 主耶稣我们感谢祢 让我们有这个福分 领受这个圣餐 我们的祈求不要让我们 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主耶稣 我们祈求祢的华语 祢的一切 祢的生命 让我们得学习 祢更加的赐主耶稣 我们感谢祢 奉耶稣的祈求 阿们 各位弟兄姐妹 早安 看到很多人 今天有没有新朋友吗 如果没有 我们要为他们祈祷 可以早一天 带他们来参加祢的聚会 今天是第一个星期 七月的第一个星期 所以有什么事发生 一个茶点交通 茶点交通 在神会之后 在神会之后 在楼下后面交易区 那里有咖啡 麦楼 还有食物 所以一会儿大家 神会之后 去后面 不要回去 今天下午 今天下午是我们救药的水浸礼 所以1点45分 在二楼的园所 我们有水浸礼 好 有一个视频给我们看的 我们看看有没有 是7月29号星期六 我们教会有一个联合的 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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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学习一下 我怎样祝庭 祝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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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个星期 是我们广东祝庭 神会之后 有一个祈祷会的 所以如果有祈祷需要 你可以一起祈祷 如果你没有时间 和我们一起祈祷 你可以写下 写下你的祖庭 事项 让我们知道 我们一起祈祷 下个星期 不是下个星期 那去年 也准备了一个 对话卡 对话卡 做什么呢 很大盒 是给我们 不同世代的人 去彼此 认识一下 卡里面有很多小中的卡 有四个level 四个level是什么呢 就是有浅一点的对话 浅一点就是说 你有什么名字 你有什么 有什么歌是配你度过你的一生的呢 自己是想一下 我生命很好的时候唱什么歌 我生命不是很好的时候 有没有歌唱 或者其他人唱歌给我听 什么歌 让我们彼此形式一下 最多一个level 就是说 你知不知道你的呼召是什么呢 有些人就说什么是呼召 如果你问什么是呼召 那你就知道我这个人 或者还不是很清楚呼召是什么 那你就可以谈一下 就可以清楚一下 那我想 因为七月 我们要 广东做瑜 我们要和大家安排 一个会后的试分 所以我们就可以 每一张台放一盒 那你就可以在试的时候 玩 玩的时候就可以彼此 交通 彼此形式一下 有些人或认为我们已经很熟 但那天我们就更加彼此了解 彼此熟悉 那七月呢 我们和大家安排好之后 会和大家报告 那会和大家一起玩 一起吃 七月很快就是我们的宣教业 所以宣教业有很多的节目 所以现在先和大家说 七月五号就是下个星期三 下个星期三 我们是有宣教的焦点祈祷会 所以大家可以和我们一起出席 在教会的 教会就是这里 四楼加利利堂 晚上七点四十五分 宣教焦点祈祷会 然后我们还有就是广东聚会 在七月九号 七月九号广东聚会 我们有一位同工 他是玛利西亚 心邦能金教会 明逢姊妹 他和我们一起分享他们的宣教典 一起时光 现在我们就请贵峰姊妹 上来和我们读经 读经之后 就是我们的长老 胡耀兄大兄 为我们正道的了 好 时间交给贵峰姊妹 请大家一起读神的话语 他对人说 敬畏主就是智慧 愿离恶便是聪明 感谢神的话语 我们刚才唱到很多诗歌 都是要感谢神 献上感恩 因为神对我们真的很好 很多时候我们领受了这些恩典之后 我们是不是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 就是为你们感恩 这个不是 这个是从圣经里面 我们看到的 是因为保罗 他将那些大兄姊妹 放在他的心上 所以每逢他想到 我想到大兄姊妹的时候 他就为他们献上感恩 当然是他感恩的是那些 好好的 好乖的 听话的 我就为他们感恩 不是 保罗是为每一个 在教会里面的大兄姊妹感恩 就是说他们有些问题 有些事干 但是保罗都会为他们感恩 保罗都会想到他们的好处 想到他们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 虽然他们有些事是做错 但是保罗会帮助他们 解决他们的问题 但是另外一方面 会为他们感恩 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学习的 在诗篇第五十篇第二十三节 这里讲到 凡而感谢献上为祭的 便是荣耀我 那按正路以行的 我必使他得着我的救恩 所以我们看到神要的是什么 神要的是我们荣耀他 我们要的是什么 我们要的是救恩 所以当我们按正路 就是按正路 就是按正路 神所指引我们 所有走的路 去走的时候 我们就得到救恩 所以这个就是神救到我们 凡而感谢为祭 献上给祂 祂就是荣耀神 所以是不是很简单 我们摆摆说 我们要荣耀神 我们要荣耀神 但是我们怎样来荣耀神 就是献上我们的感恩 献上我们的感谢 这个就是荣耀神 所以这个是很简单 在我们的一生里面 其实很多东西能够感恩 一些小小的事 我们都能够感恩 即是不好的事 我们都能够感恩 我跟大家分享过 其实三个月 两个月前 我中了车 中了车都是 人家说是不好的事 你中了车 怎样感恩 就是感谢神 就是感谢神 当我下去的时候 那个人又没有说什么 他问我一句话 他说你怎么样 那个英文是 How are you 你怎么样 我说I'm ok 我很好 他说ok就行了 车都没有看 其实我的车已经难了 在前面已经难了 但是他看都没有看 他说ok就行了 所以你看 我们凡事都要感恩 就是说是不好 我们认为我们认为不好的事 但是我们要感恩 我们感谢神 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事 都是好的 就是给我们学习 好像我们遇到一些事情 我们能够感恩 神就给我们学习什么 你只要感恩 神会做他的事 所以我们要看看 你大兄姊妹 你旁边的大兄姊妹 或者你的轮舍 你的家人 有什么事是值得你感恩的 我们就要感谢神 所以在哥林多前书 第一章第四节 他就说 我常为你们感谢我的上帝 因为上帝 是基督女所刺及你们的恩惠 所以当我在这里讲到的时候 我看见大兄姊妹 我真的心中在现象感恩 为什么呢 因为看见大兄姊妹 很忠心来到神的教会 来听神的话 这个是值得我们感恩的 不是别人逼你 我说你 我什么叫你 一定要来教会 是你们自己自然来到教会 我们真的感谢神 疫情之后 看见这么多大兄姊妹 你们还愿意来到教会 现象感恩 这个是保罗都是这样 他看见那些大兄姊妹 如果是哥林多教会的话 其实哥林多教会很多事 这个是去哥林多 前书就是去寫给哥林多教会的 他说我感谢神 因为神罪基督所刺给你们的恩惠 我为了这些感谢神 其实如果你看哥林多传书的话 你看很多很多事 哥林多的教会很乱的 其实是说 乱过我们的教会 如果是说他们 但是他们有很多恩惠 但是他们有很多恩惠 他们有能够说封缘 能够翻封缘 能够说到 很多很多的恩惠 所以保罗就说到 因为神所刺给你们的恩惠 我现象感恩 所以这个就是保罗能够看到的 他不是看到他们那些坏的地方 不正确的地方 他虽然在哥林多传书 接下来 他有教会那些哥林多人 哥林多教会的大兄姊妹 但是他都看见 哥林多教会 神刺激给他们的恩惠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好像大兄姊妹今天坐在这里 我们真的感谢神 因为神给你们的恩惠 因为神在你们身上所做的 你们能够来到教会的时候 你们就尽你们的力量 来到教会 这个就是神刺激给你们的恩惠 所以为了这些东西 我要献上感恩 为了大兄姊妹 我要感谢神 就是很多大兄姊妹 虽然他们没有来到教会 但是他们很忠心奉献 如果听到有一次奉献 他们一定会打电话给教会 你们拿这个奉献 我要奉献给教会 这些东西我们都要献上感恩 所以他们看到 这些是大兄姊妹 对教会的那些中心 我们要献上我们的感恩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能够感谢神 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如果是病啊 如果是发生什么事啊 其实我们都要感谢神 因为这个是神在我们身上所做的工作 所以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这个也是葛南多侯书所说的 神要感谢上帝 上帝 谁令我们在基督夸胜 并借助我们在各处 显容那恩认识基督 以有的勇气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过去体现广东聚会 很多大兄姊妹愿意献上他们自己的时间 以及他们的技术 他们的尊重 在广东聚会 旧品我们有很多 唱什么乐曲啊 唱诗歌啊 甚至有参加的大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在那时候我们真的感谢神 因为我们所做的事 是什么 是忠显耶稣的胸气 就被人看到 所以刚才葛南都说到 我们要传福音 这个就是忠耶稣基督 在你身上的胸气 传出去给人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好像是很艰难 其实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为了大兄姊妹要感谢神 因为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做不一样的工作 神会在我们的身上 被人看到有基督的胸气 这些就是我们要摆一摆 就是要和感谢神 因为神所刺激给我们的能力 和神刺激给我们的生命 我们要感谢神 因为能够忠显神的胸气 那天我去到一个住宅 就是下去 有一个薄木管在那里 我就去那里去看 看了之后 参观了之后 我要吃东西 当我们去到柜台的时候 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他就跟我说了很多很多东西 我就跟他谈一谈 谈了之后 我们就要去参观 要参观之后 他就给一些东西给我们 好像是纪念物 给了之后 他就拿了用纸笔 给我和我太太 他说 我跟你说 这个是给你的 刚才那些人都没有 就是你们两个 我说 为什么这么特别 他没有说到什么 因为我们和他 我认为是因着 我们能够忠显基督的胸味 所以我都问他 你信了耶稣没有 我都要叫他接受耶稣 所以你看到 不是我们是有什么表演 不是 是因着 我相信就是 耶稣基督的胸气 在我们的身上 所以为了这些东西 我们要感谢神 我相信在我们当中 有很多大英姊妹 当你们去买东西的时候 或者是跟他们接触的时候 你都会忠显出 耶稣基督的胸气 所以为了这些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我看到大英姊妹 就是有基督的胸气 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能够感谢神 接下来 我们为了感谢神 是什么事 你们领受了神的道 这个是 《帖神罗尼加传说》 第二章第十三节 为此我又不注意 感谢上帝 因你们听见 我所传上帝的道 就领受了 不以为是人的道 以为是神的道 这道实在是神的 凭此运行在你们 信主人的心中 我们每一个大英姊妹 其实我们都要领受神的道 所以为了这些东西 我要献上感恩 因为我们领受的 不是人的教徒 不是我在说什么 给大家领受去做 有很多人的道 就是人的道理 都能够激励大兄姊妹的 有一个叫做 什么激励中心 激励什么 是一个激励的时供 是人的工作 这个工作是和人说 有些人 好像做事没有信心 自己没有自信心 他就来参加这个激励的交道 这个交道是和他们说 差不多这个人 这个教师 他说到差不多三个钟头 在台上 说到差不多三个钟头 哇 你看到他说啊说啊 不会累的 三个钟头在那里 一直说一直说 他就和他们说了 因为你的心中 有这样的思想 你要和自己说 我一定可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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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和自己说 我是可以的 他就一直说说 说了之后 当然 他的道友 有一些道理 让那些参加的人 听听 听了之后 哇 激励他们 我是可以的 我是可以的 之后 他就做了一个试验 他说 是不是 说了之后 我们不是说的 我们要做的 我们要活出来的 然后他就用火炭 你知道那些 印度人去他们 那些节慶的时候 他就放一些火炭 在路上 或者在他的腿 因为他说 激励的事 放在前面 哇 那个火炭很重啊 一排的风 他就和大家说 他说 刚才我们和你们说了之后 是不是 你们是可以的 对啊 我们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要做一个试验 我们是可以的 哪一个 头一个在这 走过这个火炭 哼 好像看着 怎么样 有一个人就出来 我是可以的 我知道我能够的 他就走过 走过去 啪啪啪 走过去 他说好 走过去之后 让大家看 你的脚 有没有瘫 有没有瘋 有没有烧烈 我说 大家看 哎呀 没有事啊 真的没有事 哇 大家很兴奋 激赖啊 真的我们是可以的 就走了 一个一个走过去 哇 走过之后 好啊 好兴奋 我们真的可以的 这个是人的道 人的道 你 哇 能够有这么的能力 那么我们领受的是什么 神的道 不是人的道 圣经说 出于神的话 每一个都是有能力的 但是我们领受了 有没有能力呢 其实是有的 有时候我们没有发觉 我们没有去想 没有去想 没有去思想 我们认为 听了之后 就是这样 不是 其实很多道 在我们的心中 存在我们的心中 是那个时间 如果时间到了之后 你需要的时候 你就跟神说 神啊 我需要你的话 如果我们日夜 你有思想神的话 这个道 就是好像 我所说的 我们领受的 不是人的道 是神的道 当我们听了之后 将这个道 放在我们心中 哇 我们就有一个能力 所以要感谢神 我们每一个礼拜 在这里听到 我相信 多多少少都有 领受一些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看到 每一个基督徒 很多时候 我们都知道 什么事做得做 什么事不做得做 对不对 我们有没有说粗话 没有 为什么你不说 因为你知道 不做得说粗话 为什么你们知道 因为是神的道 在我们的心中 这个就是神的道 我们已经领受了 神的道 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不懂得说粗话 我们不懂得做坏事 很多时候 当你要做的时候 或者你要犯罪的时候 这句话就提醒你 不做得犯罪 这个就是神的道 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为了大兄姊妹 领受了神的道 我真的要献上感恩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是 好像 某某人 好像我们要公道 要做什么 只是领受神的道 不是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领受的 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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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 一些 一些 就成为 很大了 所以我们要去思想 其实我们已经有神的道 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考虑 没有去思想 如何活出来 或者我们已经活了 我们没有去思想 这个就是耶稣的教导 其实我们都有 所以大兄姊妹 为了你们已经领受了神的道 我要献上感恩 为什么我们礼拜日 我们会来到教会 因为神的道 在我们心中 因为我们渴望 我们要来到教会 要听神的话语 因为我们知道 来到教会 我们要参加 这个圣诊 我们要领圣诊 我们要重施 这个就是神的道 神的话语 在我们的心中 我们重施 我相信 有些诗歌 就是在你的心中 有时候 你有时光 或者你心中无平 的时候 你会唱一些诗歌 我们会感谢神 一双手 我们知道 有一双手 会牵着我 会帮助我 一双手有能力 这个是诗歌里面 所以当你重施 你知道的其实就是神的道 在你的心中 所以有的 我们大兄姊妹 我们为了这些事 我就是要感谢神 因为每一个大兄姊妹 在我们心中 有神的话语 在我们心中 所以要感谢神 所以为了这些事 要感谢神 另外 《贴神奈家后书》第一章 第三节的讲道 《大兄们,我们该为你们上上感谢上帝》 这本事合意的 因为你们的信心 额外增长 并且你们众人彼此相爱的心 也都充足 这些我们都是感谢神 但我们要去吃早餐 有茶 谁去做的 就是我们大兄姊妹 这个就是彼此相爱的一个表现 我们会帮助大兄姊妹 拿些东西给大兄姊妹 坐在那里坐在那里 这个就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 所以为了我们听了道 我们能够活出来 我们要感谢神 所以大兄姊妹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有些大兄姊妹会说 我坐在那里 好像很久没来 这个就是一个均心的心 所以我们看到大兄姊妹 因为你们听了道之后 你们的信心 就会增长 我们就会彼此相爱 所以我们会来到教会 叫大兄姊妹 你为我祈祷 这个就是信心 如果没有信心的话 我们就罢了 有些事发生 没有相关 就看怎样解决 但是我们会叫大兄姊妹 为我们祈祷 这个就是信心 所以大兄姊妹 我们看到 你们都有很大的 你的信心就慢慢的增长 都有很大 你在自己的家庭 或者你住的地方 发生什么事的话 我们都知道 我们会怎样 会叫大兄姊妹 为我们祈祷 或者我们自己会祈祷 这个就是信心 所以我们在这里听到 好像有时候 我们好像 这里听了之后 那里就出了 其实有些事 是留在我们的心中 是我们没有发觉的 所以我们要靠神 帮助我们 到我们知道 我们有领受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之中 我们要学习 为什么事来感谢神 有些小小的事 或者发生什么不好的事 我们认为不好的事 我们能够感谢神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感谢神 或者做见证的话 都是做那些好的事 神已经听了我们祈祷的事 但是我们很少做见证的话 哎呀我发生什么事 神没有解决这件事 但是我要感谢神 我们很少会做这样的见证 在韩国一个人 他就是开一个做盐的工厂 他就开在海边 因为近海边 他能够吸入海水 能够化成那个盐 开造一间工厂 他的生意做得很好 是一个基督徒 然后我放在浸水 浸水的时候 哇他听见 他的工厂都入水 都浸水 他真的很担心 因为盐建水就化成 化水 建水真的化水 他去到工厂的时候 哇什么都没有了 因为那些盐 见到水真的化了 他在工厂的时候 哇真是不知道怎样好 当时他的牧师 都走来看见 来看下要安慰这个老板 但是他看见这个老板在那里 看下的时候 忽然间他做什么 他从事过 我说从事过做什么 赞美神 感谢神 那牧师就问他 我说你为什么会 从事过赞美神的 你的东西没有了 你知道吗 他说我知道 什么都没有了 但是为什么你会感谢神 他说因为 这些东西是神赐给我 神赐给我 他要拿回我感谢他 他会再给我的 我说我感谢神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很多时候我们会怀着 哇神祝福我这家工厂 我赚到很多钱 我感谢你 但是我们不会怀 当我们失了之后 我们会不会感谢神 很多时候我们很艰难 怎么感谢 什么都没有了 要怎么感谢神 身体这里又痛 那里又坏 要怎么感谢神 很多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 怎么感谢他 但是当我们牵上感恩的时候 你会看到很多东西 会转过来 就不一用了 所以我们要学习 这个是要学习的 不是今天我们听到 我们去学习的时候 哇忽然间事情就发生 不是 当我们学习感恩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 你的生活 或者你的病 或者你的问题 会慢慢地转过来 即使没有转过来 你的心中有什么 平安 又喜乐 你会为那些事 担忧 这个人主体的问题 是什么 担忧 现在我们看到 这个社会 这个社会 很多事发生 很多年轻人 他们患上什么 就是忧郁症 因为他们担心 很多很多的事 如果你有平安的话 你已经胜过一半 你有平安的话 你不用担心些事 你知道神会坏你 而避 所以我们就胜过 即是病痛 也是一用 因为很多人病死的 根据医学来调查 很多人病死的 差不多是70到80% 是因着他们惊死的 不是病死 而是惊死的 因为他们很惊 我病又怎么样 我越累越重 越重就越惊 越惊就越重 这个就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当你有平安的时候 你的病情况会转化 慢慢会改变 一直改变 一直改变 改到越来越好 甚至能够得到医治 这个是 有很多人有经历 不是我说的 真的有人经历到 他们真的有病 他们真的有病 但他们有平安 他们有喜乐 他们会感谢神 他们的病情况就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所以我们真的要献上感恩 神刺激给我们的怀疑 神刺激给我们的经历 我们真的要感谢神 如果不是神 好像我们读圣经 神说你的头发 我也少过 他的意思就是 你的头发 每一根都有一根 豪马 今天是第22号掉了 跌了 第33号又跌了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去接受 我们很难相信 真的是这样吗 神真的数过我的头发吗 神真的关心我身体的一切吗 我们真的要接受 当你接受的时候 你就知道神关心我们 所以我们就能够献上我们的感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神拣选我们 圣灵感动我们 让我们成圣 得救 提神奈家教书 第2章第13节 他说什么 主所爱的大兄们 我们本该常为你们感谢上帝 因为他从起初拣选了你们 叫他们你们恩信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灵 能以得救 所以为了一些东西 大兄姐妹 我们在这里 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 所以我们会为你们被神拣选 来感谢上帝 所以当我们上到广东罪的时候 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帝 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每一个人 因为我们信了真道 又被圣灵感动成为圣结 所以看着我们是圣结的 每一个在我们当中 信了耶稣 我们是圣结的 我们能够得救的 所以我们就不用怕 不用担心 因为是神拣选了我们 所以为了一些东西 我们要感谢上帝 不但为我们自己感谢上帝 为大兄姐妹感谢上帝 我们学习 当你祈祷的时候 为了你旁边的大兄姐妹 感谢上帝 或者你不懂得 我们所有广东罪的大兄姐妹 但是为了你旁边的大兄姐妹 前边后边的大兄姐妹 感谢上帝 因为我们是神所拣选的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我们要相信 神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 会感动我们 让我们成为圣结 圣结不是我们去造成的 很多时候我们要成为一个圣结的人 我们要去造 其实不是 我们不能造成圣结 这个圣结是神 在我们心中是圣灵 使我们成为圣结 因为圣灵重生了我们 圣灵是圣的 所以我们有圣灵在我们的心中 就是说到我们是圣结的 圣灵就能够住在我们的心中 所以我们是圣结的 大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圣结的 所以我们真是靠神 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活出 让人们看到你的圣结的生命 在你的心中 让人们知道你是圣结的 所以跟你接触的人 如果你有那些旧的朋友 认识你很久的朋友 他们就能够知道 你不一用 他们虽然不会说你是圣结的 但是他们会知道 你是不一用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活出来 所以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我就没有赌博了 没有烧烟了 跟我在一起的朋友 他们就知道了 因为我们是市场在一起的 赌博了 我们烧烟了 在一起的 拜拜在一起的 当我信了耶稣之后 就没有了 那些东西不是我改的 很多人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改了 我说不是 我不是 我是因为圣灵 在我的心中 给了我一个能力 叫我拒绝那些东西 不是我自己去改的 其实我改过 在我烧烟的时候 我改了两个礼拜 哇 真的很欢喜 我不会烧烟 我不用烧烟 两个礼拜 没有斗烟 但是我这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没有相关 烧一支 没有相关 他说没有相关 一支没有相关 没有障碍 我说是吗 他说是 你试一下 我说好了好了 就烧一支 谁知道就是那一支烟 我说一支烟 就叫我一直烧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你要改 很艰难 很多东西 如果你上了人之后 很艰难改 但是谁给我们能力 圣灵给我们能力 给我们能够改 不是改 是盖绝 因为圣灵是圣结的 它住在你的心中 给我们这个能力 叫我们盖绝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能够盖绝 不做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圣结 所以 当然你看到的时候 他说 你怎么做到的 他问我 他说你怎么做 我说信耶稣 就是这样 信耶稣 所以信了耶稣之后 让圣灵在我们心中 做圣灵要做的东西 就能够盖绝一些 我们不需要 我们不想要 或者是神不爱的东西 这个就是 所以我们要感谢神 大兄姊妹 我相信在我们的东西 很多大兄姊妹 各位 都有很多 不好的习惯 或者不好的脾气 但是信了耶稣之后 我改了 不是改了 是改变了 神给我们的能力改变 所以我们要现象感恩 感谢神 或者你认识的 某某人 各位 这个脾气很臭的 但是他信了耶稣之后 改变了 要为他们现象感恩 所以当你想到 我想到 谁在你旁边的大兄姊妹 你想到他们的时候 真的要为他们 现象感恩 这个就是神 在我们身上所做 所以保罗 他就摆一摆 他想到大兄姊妹的时候 他就会现象感恩 他说 救命 你们是怎样的 但现在你们改变了 我们现象感恩 好像哥罗西的门徒 保罗听见 他们在信心 在盼望 在爱心 都是不一样 能够传福音 哇 保罗现象感恩 虽然保罗 不在他们那里 虽然保罗 没有去到哥罗西 但是保罗听见 他听见 他们的传福音 他们的爱心 他们的盼望 他就说 我现象感恩 所以你看 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当你学习 现象感恩 知道怎样来感恩的时候 我们真的 活在一个感恩的生活里面 没有埋怨 不是说我们 没有埋怨 可能有时候 有一些 但是当你想到 没有埋怨 我要感恩 你就反转过来 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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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这种情况 感恩 感恩 给我们遇到这种情况 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所以 这个就是 在我们一生之中 我们每一日 每一时都要学习的 所以 在 以弗所书第五章 就说到什么 他说我们 凡事 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上上感恩 谢谢父上帝 凡事 不是说一件事 每一件事 他说凡事的话 就是说 不是说好的事 或者不好的事 是凡事 你所遇到的一切的事 我们都要献上感恩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要学习的 有时被人中一下 不喜欢 批队被人家 插队 又不喜欢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要献上感恩 有时候神猜欠一个人 就是你对付 你没有一个 某一个问题 你不知道的 神猜一个 派一个人来对付 你的问题 或者你的性格 你不会 没有想到神的怀疑 一直心里就很 很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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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人为什么 是拜拜这样 拜拜这样 你就要想 神我感谢你 因为你猜欠一个人 来对付我 这个脾气 我要感谢神 你的性格 你的脾气 就会改变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真的要去 想下凡事 我们要奉 主耶稣基督的名 来献上感恩 所以不要说大件事 小件事 什么事都好 你不见了 一百万也好 监制神 钱不见了 没有定在 那个有需要的人 需要一百万 所以神就值了我 给这个人 监制神 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真的 好的事 你病了 也好 我在去年的时候 就去参加 领袖的策划营 去年 三十几个人 就是我一个人 得到冠病了 全部人都没有事 我说 为什么会这样 他们都没有事 就是我一个人 我和谁坐在一起 他们都没有事 我为什么会得到 我也不知道 但是感谢神 就给我七天的时间 去休息 所以你看 我们真的要 凡事都要感恩 得到冠病都要感恩 虽然有时候很辛苦 但是感谢神 给我有机会去休息 就是这样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不论是什么事 先感谢神 记住 我们先感谢神 不要去想 或者去想 哇 这件事会怎么样 很多时候我们 越想越害怕 是不是这样 好像 我这里有一栋楼 如果我没有去检查的话 我没去检查的话 我就会想 这个是不是毒楼 是不是cancer 是什么事 如果cancel的话 怎么样 要不要去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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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要去化疗 化疗又怎么样 头发会掉了 什么事 是不是越想越害怕 是不是这样 其实都没发生 都没有知道 我们就很担心 开始就担心了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就是这样 事关未发生 我们就一直在想 会不会这样 会不会这样 其实我们现在转过来 感谢上帝 我们有这样的事 我知道我要靠上帝的恩典 所以当我照顾的时候 那个医生和我没事的 这个不是恶性 是良性的 所以不用很多 什么都不用做 就是这样 所以你看 我们如果一开始就担心 不知道会怎么样 当我们转过来 感谢上帝的时候 一切都改变 所以我们真的要求神 帮助我们 给我们每一天 凡事要奉我们 主耶稣基督的名 上上感谢父上帝 凡事 所以这个我们要学质 当我们以感恩为质 献上给神的时候 这个就是荣耀上帝 很多时候我们要荣耀上帝 做这个见证 荣耀上帝 不用等到你要有什么 见证来荣耀上帝 当我们感恩的时候 你就是荣耀上帝 神就很欢喜 神就会刺 当神欢喜的时候 你就得得了 什么神都给你 好像弟弟哥 你的孙子 或者你的儿子 祷祷你的欢心的时候 他说什么你都给的 对不对 当我们祷神的欢喜的时候 神我感谢你 神心中很欢喜 你荣耀我 你要什么神我给你 其实我们相信 神是良善的 祂是爱我们的 所以我们按照 他的教导 来行这条路的话 我们一生 真是勇受不尽 他的福气 所以靠神 帮助我们 凡事 这人 阿们 好 我们一起祈祷 哈利路呀 亲爱天父 我们感谢你 让我们能够认识你 感谢你 你拣选了我们 因为你的宣传 呼照是没有后悔的 因为你拣选了我们 你拣选了我们 在我们的生命之中 在我们所处的环境 我们所处的地方 要荣耀你的名字 主呀 让我们能够学习 凡事这恩 凡事我们要感谢你 因为 这个是 你在基督耶稣 你所呼助我们 所有完成的事工 感谢神 和我们每一个人同在 让我们今天 带着一个感应的心 不论去到哪里 我们感谢你 不论发生什么事 我们感谢你 我们今天的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 神祝福你 优优独播剧场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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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